这一期呢前面一大段都是剧情 所以我们这个为了剧情的演出效果呢 我们把这个胸部肩甲的部分给他换一件 换成这个初始末认的好看一点 不过就是等级会降低一点 但是影响倒是不大 这段剧情期间呢也没有什么收集的东西 这个当做电影看也可以 所以我这段就 这段剧情期间的 哇 我没想到我们在剧场的剧场 另一个这些 是Tier 但是 中间的剧场是失败的 我想 return to God not a giant batt he was loved by everyone including the Giants other than me it was the only one they gifted with their special sight hey wonder if the Giants left a triptech about me somewhere too go ahead actually come on let me show you how to read this that is not necessary you is taught me so much let me teach you something 我认识的 阿treus 来吧 你已经说了 学习不太难 我认识的 我认识的 只是不是这个语 你太近了 好 所以这些人 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有些神教 有些人 有些人 等一 我去太快了吗 对不起 你不在那 你嗦什么 是的 我对 嘴巴 嘴巴 乱 乱 你缺了 你负责了 我负责了 我负责了 那些人 大家都会觉得我只能够 因为 曼神教 会是一件事 但如果我杀你 就没有人会笑我 我 莫莫 你真笨 是你的父母吗 或是你莫莫莫莫莫莫 她是愚蠢的 默默 你不认识什么 我妈 真是 真是 但我会认识你很严肯 你更是我的新兄弟 正在之后我封死你的父母 我认识你 你认识你 啊 我认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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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哈哈 不 回来 不 不,这不是终于终于 兄弟,乃侠 Atreus 你必须要到 Freia快速,没有其他方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din's eye is on you, brother, especially now that you've taken to killing his kin Leia's forest is a blind spot for him. This is our smartest move. If anyone can heal him, it's her. What is happening to him? I've seen it in mortals. Some conflict of the mind expresses itself as an ailment of the body. Never been a god, but a god believing himself mortal. I can only imagine. We're almost there. Let's go.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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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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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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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必须回家 我估认识,我估认识,会留下 谁你以前是不关心 这儿不是你的过程 他是你的孙 他需要他的父亲 这车门开门到Hellheim 当你会在那里,不要准备任何状况 通过了门的与监禁 没有返回路,明白吗 好 是,玉玲 你必须到处理 通过我的园子有一个路递向我的车门 带来回家 找到你的路途 做什么你需要做 带来我回家的心脖子 然后你会逐温 现在 我尝尬 在最後我們談,我…… 不 你有正確要相信神經病 沒有必要解釋 不給我,不給那些 我會保持他安全 那她會保證 那是她的祝福 Hellheim的所有地方 你好兄弟? 我会做什么我必须 让我留下 你希望 你来吧 很多人 有事 你快点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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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路就是之前 刚开始砍了有机耗树的那段的路 这里会先让我们打一闯 都是冰霜的这些敌人 他们的攻击都是带有冰属性的 实际上我们在上一期 应该上上期的时候 拿过有一个增加20%的冰霜属性抗性的符文 这个时候装上的话会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 但是在这里先战斗的时候 这些敌人有一半都是冰属性的 我们的这个另一弹打他的话 就会像这样弹刀 对他们造成不了伤害 所以我们Dub的时候就得用盾牌战斗 近战的这种方式盾牌战斗 主要是小心包围站位 敌人如果都只在正面的话还好 所以说只要调整自己的站位 不要被腹背受敌就好 这个打习惯了把斧子召回来 斧子打开是没效果的 丢出去不用了 打开是没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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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用斧子 习惯了 但是还好这种情况就只有这一场 不能用斧子 只能用近战的战斗 打开是没效果的 打开是没效果的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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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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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不避免的道理,你永远会逃避 你不能改变 你永远会会变成猪 我知道 但我更是你的猪 这里就是奎爷的这个宝刀 奎托斯当年为了能够战胜蛮人之王 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阿瑞斯换取来的这把混沌之刃 这把武器让奎托斯杀敌无数,但是同时也是他一切不幸的源头 不过这把混沌刃主要登场是在这个战神1、斯巴达王魂、奥林帕斯之恋和战神神颠中有登场 战神2用的是雅典娜之刃 战神3用的是这个流氓剑 流氓剑,也有这个大师把他叫放逐之刃 你看招式动作也是非常的经典 但是呢这里的招式性能跟原先不太一样 要注意的是要调整站位 我们敌人大多数时候是包围着我们的状态 我们可以选择让他们先把他们用一个招式正飞之后 然后再用重击来砸他们 我们看过刚才这几轮打下来都是 像这样把他们压制住了以后 调整站位让他们跟我们是处于一条直线的时候 再用重击这种方式一次性把他们全部都能砸中 这样发挥的性能是最好的 打起来也很爽 关键是混沌刃主要是要将所有的敌人都压制住才行 要让自己的攻击没有死角 所有的敌人都攻击到 这样的话就不会被敌人打断 现在用的主要都是这个基本的这个重砸 是重三连重击三脚三脚三脚 以前的说法是这样 现在是R2 R2 R2 念起来好拗口 然后还有前作当中经典的这个抓头的这个技能 是的 那些刀都会在Hellheim上优秀得很好 现在我相信我会看到一个门 在Hellheim中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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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门口就有这么一个传送门 我们先把武器刚拿到的混沌之刃 给他升一下级 跟以前时候的混沌之刃一样 一般要升到第二级才会解锁强力的经典招式 其他的话 要消耗的经验也不多 反正就能升都给他升掉吧 力威坦之斧都没有这么好用是吧 他明明知道的东西还是挺多的啊 在这个应该不算剧透吧 就是说在这个战神这一作当中的设定是 所有的神界应该都是在同一个世界当中 也就是说啊 这里的神跟那里的神都是可以有交集的 要不然希腊的神也不会跑到北欧这来是吧 很有眼力见吗 能看出来 他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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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很少见brok这么主动啊 接下来我们就稍微提升一下装备 对目的主要是为了这个让我们的等级能够提升到四级啊 每一个装备只升到初始的二级就应该足够了 因为还有插槽 再插一些插槽的话升到四级足够 不过目前看来应该都能升到五级了 哎 反正这个装备之后还是会卖掉的 不要升满啊 浪费钱 这样升到五级的话 基本在下一部分的战斗当中都不会有被等级压制的情况 那现在凡尔里出了这帖来的帖来的区别中了 帖来的帖来的帖来的帖 那呢 他们将他们採取了在住的帖 是 输职 而是完成了 我们真的做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我们可以拿到混沌之刃的第一个技能 斯巴达冲刺 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打下一个boss用的法宝 混沌之刃的符文技能特别好的一点 就是说他大多的冷却时间都不是很长 都是在一分钟以内 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装备提升到现在了以后呢 这个cd时间本身就已经比较短了 这里有一个奥丁之眼 然后这里会有这个新的敌人 这种家伙会抓头会自爆 然后呢会把你爆住 然后呢他的这个飞出重杂呢 也是这个带有追踪效果 还有范围效果的 还是比较难缠的 打他的话 但是因为他血量比较少 所以说也比较好压制 但是实际上最好的办法是用盾牌冲撞 因为盾牌冲撞了 把他的那种盾牌冲撞的那种程度的击飞的话 他飞出去的话 不管他剩多少血是立即秒杀的 而且秒杀出去的时候会自爆 把其他敌人也会造成伤害 之后打boss的时候还会用到这样的技巧 这块暂时没有什么重要的收集元素 又有这个敌人 这些都是远程的敌人 但是我们还没有升级这个远程弹法 但是后面的话 我们有必要升级打boss的时候会用 这个赫尔海姆这里 接下来我们要打的那个boss呢 之前我打的时候特别困扰 我说这他的招式怎么破解 现在总算是让我给破解出来了 到时候你们看就知道了 这个混沌刃还是好用是吧 能压得住敌人 而且非常容易将敌人点燃造成伤害 不然海姆这个人口都超在了 这个儿子不在 这个图鉴还能更新 而且这个图鉴更新以后 添加的内容还是儿子的这个语气写的 又是这个荆棘 这个荆棘就可以用这个奎爷的这个混沌刃 就可以打掉 所以说在之前的这些这个机关呢 也可以用他给开启了 前面米米尔说因为没有女武神啊 所以说这里没有人分类这个死者管理死者 这个赫尔海姆的人口就泛滥了 虽然这下门打不开啊 但是可以从旁边这个荆棘这边打过以后绕过去啊 这里暂时没有什么东西 看起来好像有其实没有 这边前面又有敌人 这里的敌人不光是冰霜 而且他们很多还会拿着盾啊 这个混沌刃打这个带有盾的武器 混在敌人当中的这种还是挺麻烦的 因为武器范围的时候 蹭到拿盾的敌人的话 即使原先没拿盾的敌人 也会这个让你给弹开 那就像这样 所以说这个盾牌的这个两连清点 来破防的这个技能的话 还是要是懂得用的 这个不要着急踩这个治疗石 不要松懈还有敌人 前作当中经典的一种打人方式 打到浮空了以后连续砍是吧 虽然说这个利维坦之斧也可以 不管怎么样先把拿盾的干掉 其实这个很多这个混沌刃的经典用法都有还原 你比如说浮空抓头 浮空连续抓头这种的 都是有经典还原的 找个机会可以试一试 总之大概意思就是赫尔海姆过一年 米尔加德过一秒 可能是类似这种意思吧 就像战神发售前的那一天一样 这里的敌人很多都是远程的这种冰霜投掷的这种 虽然说他不会把我们打出硬直 但是对我们还是有伤害的 这种时候呢就会这个体现出之前说的那个什么的好处了 就是装备上这个冰霜抗性 因为他的这个投掷是纯冰霜伤害嘛 在我们这个还在刺刮箱子的时候打扰我们 其实刚才的这场战斗啊 有一个简便的打法 就是说不管他们直接往接下来的路上冲 然后呢他们会刷霉的啊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按照流程来不走回头路 不怎么走回头路 这里是一个这个不容易注意到的这个叫什么资源 但是呢这旁边还有 我们这边先把这个战斗打掉 因为旁边我们看到有怒气石 我们打完战斗之后把这些怒气石减上 这是不用怒气石减也可以 你在这里可以把技能都用掉 注意这家伙呢是 其实也不算是注意吧 就是说他不属于纯冰霜属性抗性的 就是说你拿这个立威坦之斧 一样对他可以造成伤害 当然火焰的话伤害会更好 因为我们之前升级了这个装备 所以我们看他现在是4级的这种绿血条 所以打起来的话招式什么的抗性还好 可以看到R2这个飞越重砸的这个盾牌攻击这一下呢 是这个免疫他伤害的算是一个无敌时间 想试一下不暴气 但是还是要还是果然不暴气还是要麻烦一点 因为有这个强力的敌人混合在其中的话 战斗资源该用的还是要用的 上面还有远程 还剩一个 本来想玩玩花样的 但是现在阶段的这个技能太少了 孤独人打的 打的东西还是 手感还是能延续以前的那种 人活着就是为了战场 人活着就是为了上战场 这有一个非常容易错过的一个文物 传家宝 凶针 继续往前走 旁边那一个台子 但实际上上面没什么东西 你可以看一看 这里已经可以听到有乌鸦的声音了 在哪呢 在右边 这也是比较容易错过的 因为没有方便观察他的地方 但是你们应该能听到旁边还有乌鸦的声音 但是现在还打不到 这里还有个文物 这边上去以后 可以看到有很多 可以这个 收集的一些东西 但是现在还去不了 因为都需要像这个儿子的这个雷剑 什么来解锁的机关 现在都去不了 比如说这边 然后上面也有这个锁链链条什么的 但是现在都去不了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去这个办阵室 从这边爬上去就是boss战了 这个如果有需要准备的话 比如说像旁边的这个治疗石 踩一脚 在这之前我们做一下准备 我们要将盾牌战斗当中的这个波动回击 就是远程坦反 还有就是说斯巴达之怒的这个终极愤怒 还有就是说这个沸腾大帝 这个沸腾大帝是最终绝招 伤害超级高 之前一直没有升 主要是因为这个其实还是需要命中的 这个跟之前的山怪差别非常大 他的招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还好只需要跟他打一次 以后没有要跟他打的机会 这家伙的招式呢 如果不会打的话是非常烦人的 但是现在给大家可以介绍一下破解方法 首先是他这个砸的这一下 可以用我们的普通技能打断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技能打断 他再放这一招的时候 他会连续瞬移攻击并且会留下一个光球 但是这个光球呢 是可以用这个投掷的框式给他引爆的 并且会对这个怪物本身造成这个伤害 可以在他躲避完他这四连瞬移之后呢 把旁边他的这个光球呢 引爆以后 他这个四个光球会连续引爆 并且对这个山怪造成一个伤害 好四连砸完了以后 可以这个把这个光球给他引爆掉 或者说这个光球 直接碰到他本身的话 也会对他造成伤害 这个boss的一个特点就是血条特别长 而且因为经常瞬移的话 就抓不住对他这个造成伤害的机会 四连之后这样炸他一下 把四个光球自动就都消掉了 然后同时还能对他造成一点伤害 期间我觉得 这个之前一直没有来得及试 因为是这个操作的关系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在中途 把他的这个光球打掉的话 可以打断他的动作可能 他的还有一个操作就是会一个 顺移到某一个位置 然后呢一个吼叫把我们推远 然后像这样放阵地波 阵地波的这个形状规律是固定的 你只要熟悉一下就可以躲过他 然后冲过去 还有就是说他现在进入这个算是第二阶段 就会招这个小怪 这个小怪我前面说了 可以用这个盾牌冲撞 把他撞飞 撞飞之后呢 他的这个落地的那一下是秒杀 并且会对周围造成这个伤害 可以利用这一点 然后再对这个山怪进行这个攻击 然后他也会在中间这个地形的时候 会召唤这个光球 但是二阶段比较麻烦的是 他会频繁的去招这个小怪 所以说如果说是有机会的话 就尽量这个爆气以后 只要能丢中一刀一次石头 哎哟我擦这个被挡住了 基本上就把他打得离二阶段不远了 而且我们还有这个技能没有用 这个技能的盾牌冲撞呢 和这个利维坦的那个是一样 白熊冲击一样 是这个冲撞的过程中是无敌的 一直到命中目标为止 这个冲击波是可以防御的 但是呢是会这个破防 但是可以顺防掉 抓住机会先输出一下 然后再跟这个旁边的这个小怪打 换成盾牌一次全撞出去 这个也是可以防反的 但是这个阶段呢 他这个防反呢 就不好把他打中了 因为他抛制一次远程之后 他会立马这个瞬移之后 让你打第二下 应该说是打你第二下 R2的这个重砸效率是比较高的 主要是比较容易积累这个燃烧 好把他引爆 又可以对他造成伤害 再打一轮 好下次我们又可以用一个技能 这个技能我们是升到了二级的 所以说之后会有一个阵地的这个火焰冲击波 会对他造成连续的伤害 就是非常容易把他点燃 点燃的时候只要他是在现身的时候呢 都会对他造成稍微的一点的这个燃烧的伤害 在他招出这个光球的时候直接给他引爆 等到打到他剩最后一点冰死的时候呢 他会回到这个最北边的这个区域 正面这个区域 然后呢疯狂的招小怪的同时放这个冲击波 我们要做的是只要能打到他的一下就可以知道出这个终结机会 他现在还没有 应该差不多要冰死了 在身后 他这个远程这个其实挺烦人的 而且他这个有的时候告诉你这个爆这个敌人位置这个箭头 有的时候看不明白他是指的是哪个方向 他已经是冰死了 冲到左边这里的话就不会被他的这个吼叫冲得太远 就可以尽快地靠近他 以免招出小怪的时候来不及 最后这个角度够的话直接用这个冲撞技能 因为是无敌的嘛 所以说他的冲击波也打不到我们 因为他是直到打到怪物为止才会停下来 刚才说了只要打到他一下就可以终结他 但是用这个利维坦之火的投掷对他是没有效果的 必须要冲过去近战 对啊,兄弟 你一定需要抓住你的手 痛快 好 小网友 不是 你要做回他的狂子 就帮你 头发 那跟他人赢了 他人赢 是 他人赢了 他探了 那他人赢了 难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有心 我必须更多 你正好 你能不能滑在这里 Kratos Zus Zus 我的父亲 你的父亲是Zus 那很解释了 那地方是什么 永远去那里 明白 他在这里怎么办 这不可能 这只是幻想 Hell 为了拒绝自己的父亲 我们必须要重复到你的父亲 这旁边还有一个被荆棘覆盖的箱子 这里场景中 我们看到非常多的罐子 打出来基本都会有治疗室 所以这一场战斗的话 设计师知道 大家第一次打的时候会比较难 所以给我们一些恢复方面的东西 这个鹰是什么 这个鹰让我想起了以前战神2的时候的 复仇女神的那个山 不是命运女神的那个山 不过这个应该是另一码事 这里还有刚才 把他打碎了 他的这个图腾 他这里就可以让自己的双刀 附上这个赫尔之风了 这样的话就游戏当中所有的机关 都可以解锁了 最后一个解锁的功能 让这个赫尔之风 操纵他以后 附到一些特定的机关上 就可以把一些机关开启 比如说像刚开始这里的话 他就明显已经交到我们 但是要注意的是 这个赫尔之风附在刀上的时间 只能持续10秒 10秒之后呢 他就会回到原先的地方 飞行的这个家伙 这个闷眼呢 是可以用这个混沌之刃 像这样揪过来 直接抓头的 不过这个闷眼 很多时候他会这个闪避你的功能 所以说如果是以后的话 在儿子在的时候 可以先给他射一箭 然后再抓头 或者说是你用普通攻击 这个混沌刃先挥舞他一下 然后再抓头 打出一个硬直再抓头 会比较好 这里的话也是后面会有些机关 是需要儿子来了以后才能打开 但是有很多治疗师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奥丁的密室 但是也是现在去不了打不开 等到以后 儿子这个病好了 才能这个打开 病好了再来 可以 这边又刷敌人了 又是个小家伙 刚才给大家说了 是用这个盾牌冲撞 可以直接秒杀他 或者是盾牌冲撞那种级别的攻击 我们看像这样 把他撞向敌人的话 对敌人还会造成这个攻击效果 这代虽然就是很多人说是敌人少 但是我觉得敌人其实花样已经够多的了 然后呢 敌人的这个应对方式有很多种 这里的话也是里面有这个传家宝之类的东西 传家宝不在这里面 传家宝在刚才的那个奥丁密室 这里我们要开一个机关拿一个箱子 虽然说不是不是重要收集品 但是呢 对我们也是很有用的 这里的这个赫尔之风 要这样才能把它送过来 不然的话那个门从另外一边是拿不到风的 这块应该没东西了 这里在过去的话就说明前面没有要用到赫尔之风 米米尔这个奎爷什么都不告诉他 他就只能靠自己慢慢想 这当中到底是什么关系 米米尔肯定会察觉到就是说如果说是奎托斯是神这件事情 并且还是外积神 会让这个肯定会事情会变得很复杂 这里我们之前来的 刚过来的时候 赫尔海姆这边这个门打不开 但是我们现在用了这个赫尔之风就可以把它打开了 用他的话还可以把旁边的这些机关 类似这种的门都可以打开 接下来有很远的一段机关 需要我们这样把风直个传过去 但是传的时候这个风只能附在刀上10秒钟 但是距离非常远 这个游戏设计的时候就会让我们在中间 晃了很多这个可以附在这个赫尔之风的这个机关 这里又多了个这个浪人 这个浪人呢没有盾牌 所以相对来说要好打一点 这个盾牌冲击呢是无敌的 所以说是可以抵消他 抵掉他这些远程攻击 这个技能没放出来 但是我们可以用之前这招 伤害爆炸 蓄个力 蹲下来然后再接一个投掷 这算是一套combo 这几下完了以后他就已经差不多了 盔甲打掉他就 没招了 因为非常容易打出他的硬直 这个浪人也算是一个boss级别的人物了 尤其是在主线当中的啊 一般都会掉一些很好的东西 甚至有时候会掉这个混沌火焰啊 给你的这个混沌之刃升级 在之后的某一季当中 我们就可以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继续这样传风啊 一般没有太远的距离的话 都会有这么一个机关啊 而且是双向的 我们到他的另外一面也可以 不过这里好像得 我们先把敌人先解决掉 来我们有了这个混沌之刃之后 再对付这些闷眼呢 就手段就多了很多 但是这个混沌之刃还是害怕这个 背后攻击 不过这个立威坛也一样啊 这个什么时候都要注意站位 很暴力啊 因为这个盾牌冲击这一下的 这个伤害很高的同时呢 CD又不长 可以经常想着平凡的用一下 我们看这个左下角的CD时间 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这个恢复的 这个恢复的 这一下往前估计还会有敌人啊 先把这个给他附上去 能让敌人撞墙的话 续集的这个弃绝值就很多了 都是给你爽的啊 没有什么威胁 这里看来前面的话 每一个传分点应该都会有这个敌人 所以我们要不就先往前跑一跑 把敌人全都勾引 这个触发出来 可能得带着风 啊 这就出来了 哎呦 狂热粉丝还行 哎 这个已经来不及了 那我们先把他们干掉吧 前面说过对付他们的方式 就是用这个盾牌冲撞啊 所以这个比较容易秒杀他们 一般一般的冲撞不行 得是这个盾牌冲撞 只有把敌人撞飞出去的这种级别的才行 光是击飞击空什么都不够 一定得是这种啊 接着传风 哎 没勾上 这个传风的机关在哪个位置呢 在这个转圆盘的这个转过身后面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原本还有一个奥丁这个乌鸦啊 然后还有一个机关是在这里 不太容易注意的 我们还是先把这里的敌人打完 动作又被中断了 哎呦还是先把远程干掉 现在的这个 虽然说这里的敌人都只能拿冰属性 但是确实 混沌刃前期刚拿到的时候 伤害不是很高啊 这里的风要这么传 跑到对面去 但是不要下这个台阶啊 你知道下面虽然说是有机关 但是要传的地方在这里 强行跑下去 时间差一点点 有的时候矫性可以 但是这样比较稳 这个拿到的话会是一个经典的招式 还不太好够到 再靠近一点 因为这个羊角有限 还挺不容易勾到的 传奇宝箱 这个赫尔海姆目前能拿到的东西 就全都已经拿过了 再来的话就得要带着儿子来 才能都拿上 混沌气炫 跟这个以前的时候战神当中的 这个中文的翻译一样 混沌气炫 经典招式 连出招的按钮都是这个 L1加R1 那个以前是应该L1加方块 就是L1加轻击 防御的动作加轻击的按键 前面我们还在打完boss的时候 拿到了这个混沌的火焰 也可以给这个混沌认身下级 不过现在我们赶时间 旧儿子要紧 旧儿子要紧 我会被刺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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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叫我那 我会被刺激了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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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 包括你自己 包括你男孩 你不跟他 从这里开始因为Brog利用了之前的赫尔之风 把这个传送门也给改造了 变成了可以向其他地方传送的功能了 那么好的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非同谷歌视频攻略 边玩边看口味更加 更多更新动向 请关注非同谷歌的哔哩哔哩动态哦 感谢观看